大家好,这个表是我画的一个男女婚姻自我定位和匹配图 这个的话今天给大家拆解一下 现在男女的这个择偶要求 还有他们的自我定位问题究竟是出来了 我把这个男性跟女性分为ABCDE五种类型 我们先看一下A女年型百万,30以下,性格好 只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你就可以算得上是A女 A女的话我没有加漂亮 为什么 因为漂亮并不是A男的择偶要求 懂吗 B女她是必须要漂亮 工作好,三观正,30岁以下 如果你能同时满足这四点 你也可以算得上是B类女性 已经算很优秀了 C女就是长相一般,家庭一般,工作一般 但是年轻的女孩就可以排在第三位 这种女孩一般脱单的剧烈是比较高的 因为她的择偶要求从A到C都可以 甚至到D都可以 她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是最受欢迎的 就是这一类女性 追求者也是最多的 第一女就是长相一般家庭不好 年纪大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龄胜率 基本上都是这个条件 有些人这个时候就来干了 他说低女很多条件好 好,我跟你讲 你低女你要想找ABC三类男性 首先第一个 他们不会接受你的硬伤 年纪大 第二个 你的家庭不好 他们也很难接受 而且这三类人群 他们是不缺钱的 懂吗 他们更需要的是什么 更需要的是一个长得漂亮 性格好 年轻的女朋友 他们更倾向于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说C类女孩 各方面也很一般 她能达到C 就这个道理 然后最后最差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无仇无防 长得差 是吧 年纪又大的 性格还不好的这种女生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这类女的 基本上是嫁不出去了 我们再来简单分析一下 男性的这个标准 A男年薪百万以上 高富帅 富帅 高富丑都可以 都可以属于A B男 五官当正 有车有防 月薪过旺 有些女的这个时候会说 这个条件很一般 我跟你讲 这个条件其实不一般 我这里有个有车有防 打了个矿 什么意思 这种男的 他是没车贷 防贷的 懂吗 你如果你月薪过旺 其实够花了 有些女的这个时候会说 这种男的我还不一定看得上 月薪才过旺 但你放心 这种男的不会缺对象的 虽然长相一般能力强 但是有车带防贷 家庭也一般 这种男的现在社会上占大多数 我再猜一句话 很多女生看到这里 不要觉得说我这个评判标准不公平 你其实男女你拿来做对比 其实条件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会根据男女的差异 会做一定的调整 但是我这个标准的话还是比较公正的 低男长相一般家庭不好 事业一般 就是各方面都很普通 这种男的就是排到倒数第二位 这种男的现在也比较多的 一男就是没厂没房还长得不好 这种基本上 娶媳妇嘛也能娶是吧 看运气 运气不好 基本上打光棍 我们看完之后 A女 她的择位要求 一般情况下 只选择A男 所以A男的压力很大 B女 她A也可以选 是吧 B她也可以选 可以跟A谈条件 可以跟B谈感情 是吧 都有可能 是不是 然后C女 A B C 她们都有可能会选择 然后D女 也是一样的 A B C D 都有可能选择 然后E女 也是一样的 A B C D 就是 这个画错了 这个画错了 ABCD 这个E女 她也不会选E男 懂吗 她最少实在底线 她就找一个 展现一般 家庭不好的 但事业一般的 绝对不会找一个 非常差的 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得出 什么样的总结 就是女的 看到没有 ABCD 都会有 剩下的 都会有剩下的 为什么不够分 你让她往下找 她又不会愿意 是吧 但是这个A男 基本上 是 不会 仇 找对象的 这个A男 基本上 是不会仇 这个找对象的 这个B男 就是 现实生活中 也会比较抢手 基本上 结婚都结的比较早 就是 基本上也 也很快 因为会被 CD 三种女的 正在抢 是吧 也很容易脱单 这两类男的 基本上都能脱单 如果你在婚恋市场 遇到这两类男的 要么是骗子 要么就是这个男的 确实情商特别低 性格特别差 我只能这样去想了 C男 现在就大部分的 普通人 就是C男 这个家庭 因为有压力 是吧 但是很多人 还是比较努力的 C男 这一类人群 占社会的 50%左右 因为这一类人 他有思想 有要求 很多还年轻的时候 被别人嫌弃过 所以他现在 自己 有点钱了 买车买房了 他对女性 也是比较挑剔的 他们一般会剩下 50% 没结婚的 有50% 结婚的 第一男 长相一般 家庭不好 事业也一般 这种男的 一般占社会的 40%左右 40%的话 单身的概率 也是50% 为最后一个 单身的概率 就比较大 基本上 80% 都娶不到老婆 因为 个人条件非常差劲 是吧 也不努力 那没办法 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是不是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来 对号入众 对号入众 对号入众